和下半年前前新闻發佈會 我是今日的思議 企業全信部Peggy 受到中美貿易戰升級 以及近期政治風波 本港企業的營商環境變得困難 究竟對於工商號市道有甚麼影響 而下半年的發展又會是怎樣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有請了四位嘉賓 為我們一億回顧2019年上半年 工商號市行的走勢和今次下半年的前前 事不宜遲我們先介紹今天的嘉賓 我們首先會有 離家局工商部董事黃映明先生 郭惠隆 工商部高級營業董事朱立恆先生 大家好 商業商部及投資部營業董事徐康白先生 大家好 商部商業及投資部高級營業董事鄭德明先生 大家好 而首先我們會有請 工商部高級營業董事朱立恆先生 為大家回顧公下物業上半年的走勢 以及下半年前的有請 有請 各位記者好 剛才由我回顧19年上半年的工廈 整體成交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19年上半年的大市的微分度也太高了 工廈的成交量 都隨著大市微分結合 全國公廈只收入1712宗公下買賣 涉及資燈發共在2050億m 其中 超小賣買賣是200萬到下的買賣複製最嚴重 但反而一些叫大白大黑成交 可能在一些言論上 相對來說有很大的勝負 在下半年方面 即是上半年方面 上半年方面 總共的成交金額和成交中數 回落成績分別是成交中數 比一百年下半年回落成績的成績 但金額方面是微成百合的成績 這個政府反映大價成交 中數增加與導致成交的價格是有少許上升 但相對比一百年上半年 分別是10%和20% 當中值得留意一件事 亦都創出了六個半年度的新低 即是總共三個新低 亦都是再次接穿了二千宗的水平 近年上半年 公銷市場仍然是有些中小的物業柵器市場 我們觀察到五百萬至五百萬的裏面 總共六百六十個宗成交 在七個觀察的價格裏面 成交最多的 佔整體的風格成交量是有三十個百分之一 但要留意雖然沒有六百一十人的宗 但相比校園的下半年的七八十宗 是相對減少了十三個百分之一 因為上半年市場比較遠 值得留意一件事 上半年剛才說的超雞價和一億以上的成交 在二百萬以下的登記量 基本上是乘錯六十七百分之一 只有五百宗在其內 但在一億以上的成交率 我們反為六十二一宗 在半年對比的話 就相對大增了六十二十百分之一 六十二百分之一 主要因爲政府重啟活化政策 一些資料或規範 陸續出台 令到整體大壓成交的顯著 會有比較顯著的性 如果按地區分別 我們一向觀察了十個區分 只有七個區分都有跌幅 以傳統工業區分別是 荃灣、葵聰和觀塘 這三個區的表現都有點不同 荃灣和葵聰分別怕跌了大約三成 至於觀塘發育疫市增加了二十五成 主要因爲期內有創會廣場插手 堅持到我的單位數量大約一百二十個 而令到在觀塘區的登記數字 去到三百四十個宗 就是這麼多區分 比較出色的 至於比較多收購重建的 譬如王竹亨區分 我們在上半月的買賣 有140宗 按月也減少了三十個宗 另外在十大買賣公客裡面 我們十宗裡面 分別跟成交價格 是25億至25億不等 其中排榜首就是 偶爾國的廳大工業村 一個傳統登記 成交了十億七千六百萬 第二個成交 比較大的成交就是 新浦江秘畫工廠大廈傳統 就涉及了九億五千五百 五百十萬成交 在十大貴重賣成交當中 傳統工廈佔了八重 這個很反映到 投資者或發展商 對傳統工廈的買賣 都不停在追逢 至於工廈 即是火火方面 其實在營的三年 二月複速有六百招之後 其實火火方面都一向偏低 而今年上半年 每個月的成交 只有一種幾兩種次 總數錄得只有一六種 相比去年的下半年 九個小時 其實下跌了三十三百 金額方面 亦只剩下一千七百七十萬 而案件裏 金額都急錯了 只望下半年的市場 大家都知道中美貿易戰 都未完全解決 還有社會運動都未解決 其實這些情況 都不理於工廈市場 但是下半年 其實會有大概 會有三個全新的工廈 會在市場開售 大概火數又會有千一宗 千一個那麼多 所以我相信 未來工廈的成家 兩年應該會有幾乎 會升 還有注意一件事 大家注意 工廈貨難 一向都比較低 而在美國 市場都要預期 美國會有機會 減息最少兩次 歐洲也會有機會量寬 因為大量資金 都指正在市場上 最重要的是 政府的活化工廈計劃 政策出台後 一定會帶動收購 和傳動物業的正面影響 所以我預計下半年的工廈 成交金額會有機會 成交量有機會 會升回到錢中 大概會比上半年 大概升到7%左右 而成交金額 應該會和上半年相約 因為上半年有21種 一比以上買賣 都介乎在500億左右 這就是我對2019年上半年 工廈的回顧和下半年的資資 多謝各位 謝謝Raymond 所以接著下來 我們會有請商業商部 及投資部營業動資 Kircona先生 會為大家分析上半年 雙下物業的發展 以及分析下半年的資財 請多謝您 大家好 我是工商部 商業部的Anne Trey 中美貿易戰爆發 和長期潮流 對雙下的買賣影響 最為明顯 不少企業 採取審診和官網的策略 連大壓成交的明顯都會減少 導致兩席同時急錯困局 當中涉及的大壓成交跌了百成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 2018年下半年度 曾經有一宗197億的港島 中心內部轉賬登記 推過基數的導致 直至6月30日為止 上半年 雙下買賣登記錄得579宗 較去年下半年的1080宗 大約46% 今晚方面 上半年錄得116億的成交 較去年下半年的540億都是急錯79% 在工商鋪三個範疇中表現的最差 按同年的比較 亦都各跌37%和40% 如果以價格的類別劃分 上半年7個價格類別之中 其中有6個都可以下跌 覆覆介乎8%至68%不等 反正市場跌小都頗全面效 其中介乎500萬至1000萬的價格 組別的相下跌幅最大 其內錄得166宗 較去年的517宗急跌68% 最主要原因是上年11月時 有SATA的WLux開售 它有300宗相關的登記 拉高的基數導致 另外上半年唯一錄得升幅 就是5千萬米1億的範疇 裏面有個小小的升幅 有36宗登記 按半年就升了9% 上半年最貴重的商下賣賣登記 就是沿往青山公路的150至160號的傳動 涉及今晚8.21億 其次就是紅磡和土交環的 海明軒5樓全層 涉及4.5億 海明軒的6樓全層 都是以4.28億排榜的第三 上半年十大的商下登記 只有一宗就是傳動的商下 另一半五宗都是全層的物業 我們長期觀察 十一個地區之中 有八個區的登記量 在上半年都錄得跌幅的 其中西營闊區跌幅最明顯 其中錄得16宗而已 較去年下半年的38宗都跌了58% 此之增幅最為明顯的就是 觀塘及九龍灣區 分別急升了兩倍及80% 反映於東九的商下 就持續受到市場的風景 傳統的中環、尖沙咀 都覺得22宗和78宗的成交 不過都是按半年跌30%和9% 上環區有87宗的賣賣 成為期內登記量最活躍的觀察區 按半年微升4% 我對於下半年的分析或者預測 我都覺得雙下會比較受中理貿易戰的影響 兩個交鋒有時時好時壞 都會影響買家的入市心態 尤其是甲下的買家審慎觀望 導致買賣進度的回碼甚至膠轉 甲下的業主持貨能力相對比較強 以下空間和彈性比月下比較少少少少 導致部分購買益會流向中上環灣仔和灣那些月下 下半年月下的交頭應該是價跌和量升的走勢 整體的相效方面我預期下半年登記都會跌一成左右 至520宗左右 現在登記的登額我想都會跌大約18% 去到95億左右停 我那邊的預測和感染太高 謝謝 謝謝Stanley 接下來我們會有請商戶商業及投資部 高級營業導師鄭德明先生 和大家回顧商戶市場上半年的手勢 以及預測下半年的市道的請示 大家好 我是Povico Dennis 今年上半年之中 首季受到傳統淡季影響 交頭又比較疏落 第二季已經是有改善的 每個月都有過百中的水平 過百中成家的水平 不過下半年仍然受到中美貿易戰 和本地國區的示威遊行的陰霾龍罩之下 後事是要觀察的 直到6月30日為止的上半年 店舖買賣錄得590宗 較去年下半年的699宗 是跌了16個的身 至於成交金額方面 由於今年1月有領展出售多了商場 導致上半年店舖登記登壓 歷史上升顯著增長 較去年下半年的217億6 大升了30日的percent 至到286億的 店舖買賣市道 自從2010年的上半年 觸合歷史低位之後 兩年都是表現平穩的 直至到2018年的下半年 因為中美貿易戰爆發而出現回落 按地區去分析 上半年納日長期觀察的17個分區當中 有13個登記都是6島跌幅的 當中跌幅最大的就是觀塘區 由去年的下半年19宗大減42% 去到今年上半年的11宗而已 而部分傳統旺區 像銅鑼灣、旺角、遊玩地 亦分別跌了32%和33% 反映多區的店舖買賣都是受壓力 不過一線核心區 像中環和尖沙咀 交代亦有上升和相對平穩 上半年分換樂德升了一倍 還未跌了5% 其中環令會升的主因 都是因為之前基數太低 故此多了兩宗已經有倍升的效果 並不代表區內市房是轉往的 按物業價格去分析 在7個價格組別的店舖物業交代量之中 有6個都是跌的 只有一億元或以上的大銀碼店舖 登記量顯著上升 上半年錄到31宗 按半年大升35% 主要是在今年1月領展出售12個商場 而錄到大中登記所致的 至於銀碼在2000至5000萬的範疇裡面 成為最大跌幅的組別 按半年跌了37% 跌到85宗而已 反映過去半年 小價至中高價店舖買賣都是比較低迷 展望下半年 本地政治鎮壓引發一連串的遊行示威和衝動 直接打擊了零售市道 對店舖市場造成明顯的影響 而且向各區蔓延的趨勢 衝擊的程度其實比中美貿易戰更快更狠 原本預計西北區的店舖有民生消費支撐 而有一定的支持力 但是看近來西北區的出現混亂情況 令准買家出價和入市報伐 都變得更加審慎和會觀望多些 希望整體店舖經歷過低潮之後 西北區的民生店舖可望逐漸由低位輕微回升 而港島和九龍區的核心店舖 以旅客和高消費的主要店舖仍然受壓 最多只是在低位航行 綜合預計其實店舖影響是最嚴重的 整個下半年的店舖買賣登記 預計再增多15%至500宗的水平 而涉及的合約金額更加會增跌30% 而去到只有大概兩百億的水平 我的分享是這麼多 謝謝 謝謝Dennis 而到最後我們會有請李家國工商部同志黃瑩玲先生 和大家公開2019年上半年整體工商部的市道 和對於下半年市道的理解 請問我可以 我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和做一個下半年評測 因為中美貿易戰進入了邊打邊談的戰況 令到工商店的市道 在上半年的情況是好時迷 加上接近年中修例風波 令到工商店的市場受到雙重打擊 令到成交中數創下了三年最遠差的局面 不過踏入了下半年 貿易戰有少許緩和 以及修例的情況的影響 修例也擱置了 希望下半年在眾多不利的因素 可以自然淡化的情況下 令到資金和積墜的購買力 可以重投這個市場 希望帶動到下半年工商部的成交量和值 可以在低位度出現 有少許轉機 根據土地註冊署的資料 我們看到 直到今年中 6月30日為止 上半年一個只有2,881宗工商部登記 涉及登記金額 就是603億左右 比較去年下半年的3,900多宗 和943億金額分別下跌了2成層 這個30% 如果按圖年比較 分別下錯了40% 和跌了8% 量和值一起跌的主要原因 就是綜命運戰 和困擾市場有多厲害的收入恐怖 令到很多賣家 因為這兩個因素 入市的時候 變得很減少 今年上半年 那2,800多宗工商部登記 是過去那3年 一個新低 亦都是2013年 這個DSD 即是這個雙倍引發信 實施了之後 是第三次出現了半個年度 少於3,000宗登記的情況 在工商部三個萬年類別之中 今年上半年的工廈登記 照常態和二位一樣 都是給商業和保委領先 工廈方面達到1,700多宗 佔了整體工商部的成交 是接近6成 商業和商店分別是5779宗和590宗 590宗和萬場登記 分別是公商部總登記中數兩成 分別都是兩成 雖然上半年中美奈戰 音程不定的名堂 因素困擾 不過在下半年大家見到G20峰會之後 中美會展有很少轉機出現 再加上修例風波這個陰謀希望可以解除到 配合下半年的成口 預計可以持續低企業、量化、豐鬆的情況下 資金是相當充裕的 工商店的物業仍然都會成為市場投資者的投資對象 我預計下半年整體工商店的交同量會在低位 會有輕易發達 物業的成交量 中數預計可以回升大概5% 可以超過3000宗 預計有320宗左右 至於成交金額方面 我們預計下半年的大額買賣會相對少 所以我們預計下半年成交金額大概跌 一成八左右 估計會有接近五百億左右 預計下半年了 雖然工商店的市道大家估計都是偏遠 剛才同時是工商店內的工廈市場 因為有多個新的項目會在下門開售 因為這個因素可以帶動下門 只在工商購買賣的中數會有輕微的升 至於商廈和店舖 雖然我們都覺得因為負面因素存在 和危機有一定的情況之下 但我們都因為觀測過去幾十年 都有一個永恆不見的定律 因為通常是有危有機 不排除在今年下半年 交後的情況 各地投資者會有一個對他們的放售價格 有一個現場空間會有多一點 這個因素可能會刺激到寫字和航空位 各地交投會在國際上升 所以雖然市況大家估計都是逆時 但我們都不是太擔心 也不需要一元左右看探市場 那我就不說太多 因為想留下多少時間 給各位記者朋友問一問問題 多謝大家 謝謝各位聽完的分享之後 相信大家都會更加請教 下半年工商部的指導會是現在的 而接著我們就有請四位交流 可以來到台前面 在溫薑大俠小姐 我們亦可同時準備了一個風格 你說話 官方呼吸收 田中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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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接下来我们安排了一个问答环节 大家可以有些什么问题和嘉宾 我想问一下套位那里有没有估计下半个市房买卖价的租金 特别是新界西北区的租金 西北区我看租金和买卖都不会跌 只是比以前的升幅低很多 那我大概我想租金 我们最近谈过的那些大概都是加5%左右 买卖大概加16%左右 那如果你说其他个区呢 我看橫行到有机会跌 如果之前5%在这一排 那会不会早一两年 早一两年很夸张 一条租轴是加20%至50%不幸 那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里面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对公商公职 那里面有什么问题 有 那租金会都有8名 有 绝对有8名 就是以往大马路 传统最旺旺就是大马路 街道路 大唐路这三条 那大马路应该已经前 大概两条租之前 大概四年前已经是建庭 那条租金 那现在大马路都是已经有吉利 就是如果是四年前的大马路 没什么吉利 那现在的租金呢 其实回到四年前 还要微跌一些 那所以你说 那未来我们在大马路就差一点的 反而你说 教育楼的头园 西南八那边 那边呢 是还有机会 有升幅 大概10%左右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业主任 有没有业主任 业务的事情 已经开始有些 金融租或者 有很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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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很多价格 或者有些商务 都想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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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去业务 都是因为以前事件 可能终止了我们的统股計务 终止就没有的 因为其实我们元朗 都做了很多 买卖和租的成交 那他们呢 现在出登来租的呢 坦白说 真的有实力的 才会放租 因为今年 就是成年内的 持续示威 都有影响 而这样出来 是很有实力的 那为什么会 最近会慢了呢 其实是想乘机坐过价 或者是想扭多些免租期 那些 如果扭不到呢 他们才再定夺 所以最近是慢了 而我们本来有些成家 是源头去搞的 现在都是拖到 现在都没卖到标的原因 就是原本谈好了 这个价格 要再搞 那样 就是你说 其实元朗长远来说 中线来看 我看都不会 有什么这么大的影响 因为现在 你讲真的 这些政治事件 其实一两个礼拜 就已经去了第二区了 那元朗一向呢 是2008年 金融海啸 其实都没有影响过 元朗的租口 但是 想问一下呢 有没有留意到一些 可能比较大的公司 或者一些国企 它们会不会 在香港开局 或者 建签在香港开局 或者 在香港开局 很少租铺位 可能 国际那些 国际那些 就不会说 不对的 就是会整合一些铺位 例如 在核心区 尖沙咀 中环 和河湾呢 最近都有整合的情况出现了 就是 它们不会说 撤出香港的 但是可能 由三间铺 变了两间铺 这样的情况 那间 日本的药庄 也有提到 就是 都在计划 在香港 也是过去这一句 发生 就是 他们说 会将军香港 不是明白 有一间日本的药庄 不尽管 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 就 中藏市 我觉得 影响都不会太大 对这个 我会 你也没有留意到 会延迟 给香港 那些药庄 我见 如果只说 药庄 讲话上来 香港 计划来香港 都在风波 发生了之后 夹下 如果说 在湾仔北那边 的夹下 最近我们 都会多了 放款 而价钱 以价空间 是比较大了 一些 譬如今天 都有个 港湾道的 门口 它都是 因为 有很多 一些活动 在那边 会进行 相对于 在那边的 租金那边 都会有少少受影响 有些是 港湾道 之前都可以 承租到七十多元 尺租 现在 它最近 都将价格 回调 到六十多元 都是很明显 它有一个定的减幅 但是夹下 始终 如果说 买卖那边 始终 香港的夹下 的持货能力 比较强些 它的 意价空间 都比较低 所以 变成了 现在 只要有一些 业主 突然间 要撤资 或者是 怎样要沽的 物业 通常都很快 而只要有 二十 两成左右的跌幅 其实 已经是可以承接到的 但是 夹下的 成交少了那么多 最主要就是 其实都比较少 就是 投资者 或者是持货的业主 去减价的幅度 比较大 比较少 反而我觉得 譬如 可能月下 因为月下 那个 那个价钱 可能会比较 幅度 大幅小小的活路 那么 月下 那个交投量 就会 会 明显增加 看到市场 仍然有些 知名的投资者 对 甲下 有一定的信心 你见到上个星期 政败集团 廖偉林 都买了一个 快速中心 都两亿 超过两亿 三亿 送铁 硬工的人 都是对市场 有一定的信心 才做这个 购买的动作 那 那 那 是否少了中资来买的 中资 如果它有需要 仍然会过来买 但是 如果说中数 其实都是明显少了的 买家都是围绕着 比本地的投资者 比本地的投资者 居多 就是我们官府 近期的成交 多数都是比较出名的 本地的投资者 买比较多些 你反而 比如有些中资的机构去买 但是 夹下 就比较少 如果上个年度 基本上 我们都不一定 有些什么 特别的 中资机构 就买一些 比较可行的 中资可能都是 因为中资又是贸易资的原因 都是集中去应付这个贸易资的 精神放在贸易资的方面 投资的动作 相对减少都可以理解 比较可行的 其实都有超过六成 就是以上 就是那个 成交的中资 就是中资的方面 另外 如果记者朋友 报告没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已经是满意的 很感谢 这么多的嘉宾 另外记者朋友的参与